鄉土青 今天你繼續來講日本統治台灣的初期 所以讓日本人感到頭痛就是台灣人不斷日本的這個控制的政策 日本統計也想不到他們佔台灣竟然要付出這麼大代價 那年剛才十月二月 今月輸的指揮官 北北傳統領救親王在台南來見識 這個我剛才有說 官方對我是說破壁死的 但是台灣人說是被控制的議軍打死 所以這件事一直是日本人感到最健小 所以在你統治台灣的初期 日本人對台灣人非常嚴重 但普通就用武力來增壓 你覺得比中國出賣 又比我來儘管統治的台灣人 因為那種身為台灣人 死為台灣分堅強不副的議民個性 是因為他的立場不變的 這個民族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多數三百年來經過 荷蘭西班牙中國的統治 最后落入日本人的手中 他的命運一直親像一個媳婦 受盡一堆孤獨 當年的移民 前方百家倒離幾個中國 想不到最後運被中國人出賣去 台灣人並沒有在這裡學到教訓 內心又希望做國有一天會來救他 武宗控制是日本統治的初期 在台灣人反恐的表現 美慘的恐慧思驚 一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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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這裡繼續不停 來說已經過世紀的文學到 五祖劉 五祖劉 五祖劉先生有寫過一本的瀟帥 切名叫做亞西亞的孤兒 他在廟下一個名叫做 黑太明的台灣青年 在日本人的統治下 因為沒辦法堅定自己 到底我是日本人 還是中國人最後 精神策亂的故事 叫做亞西亞孤兒 那麼台北 甘大師的恐慧思驚 就是可以說 亞西亞孤兒一個故事的反應 我來說這個世紀在台北的甘大師 因為他的父母 都去讓日本兵監察 人家共甘又嚴格台式 所以說 他架不出去 他跟日本人不共戴天的元首 他被風交集到軍中催起 他季蘭山就是操山作軍故事 常常在台北的富軍 來攻擊日本兵 他成立一個遊客隊 全門地跟日本人做隊 所以日本兵非常痛恨 他全力要来围捏干大塞 但是都捏他捏不到 每次就去找去 如果捏不到后 没多久就施加着日本兵 因为他就暗中来把暗杀来保护 所以他让日本当局十分的困扰 有时从这样到备的派人来干大塞共和 这差不多就是一百九百年的八月的事情 那就是日本要占台湾的第三年的秋天 日本当局因为台湾人不断的武装控制 他们感到疼痛 他主动用那种坎坦的态度来求和 但是不怕被監察不拥戴天之受 尊重不别的建议 立下来受到他肯大塞痛苦的心 没多久 他又领着正人来跟日本兵来交战 为了这样 日本兵非常不良解 非常想起说 既然共和啊 你怎么可以再来加害到我们日本兵呢 有时这个时候 当我顶起到武力的顶押 北京甘大塞 虽然有气 但是无力 他哪里是日本兵的对手呢 日本兵 无力敌压 他比别的朝头无路 六月朝 好够在白人家协助 得过得日本兵严密的红色 他做到头头 坐着哪去到复杰 甘大塞意味说 他走回去到祖国 那么他心目中间 所幻想的祖国 可能会让这个 家破人望的台湾主地 有一个安全保护的环境 想不到 他到这个 亚文福建 他心中 辅助自国就是祖国 竟然让他一个 青天匹立的答案 甘大塞意味到福建 然后马上被青条政府把他抓起来 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台湾总统 有境遇到福建的顺务 不可以给我收留就甘大塞 加上青条是港湖战争的 政派国 连中国人就不敢在做日本党局 所以甘大塞被了后 交害让日本党局 扎回回到台湾 年轻人的春天 就是一百九九年 在台北渣岳 甘大塞在在 政洛民情被处西行 甘大塞会受惊 到这里比参来陆菩 就真正五支流必赫亚四亚狗的同样 日本人从台湾人当中国人看待 是所有的三顶国民 离中国人就是从台湾人看作是日本人 台湾人率别人买贴 那像说这也没有啊那也没有啊 比方三个孤立 所以用亚四亚的狗来形容 这是最大的适当的 初后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 那中看台湾人是三顶国民的心态 受众不变 甘大塞的例子是一个明显 残酷的事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提案中看台湾人数 밑开支 优独播剧场